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切的美好的愿望 从来不是在等待中得到的 而是在奋斗中争取的 今天一安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如上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一安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在知乎看到一个问题 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为什么会越拉越大 网友们评论了很多 但观点却出奇的一致 答案很简单 无非习惯而自 坏习惯是你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 只有踢开了它 你的人生路才会走得更加顺畅 人到中年 必须学会戒掉这三种坏习惯 戒掉无用的饭局 学会放下 前段时间 一位医生朋友在凌晨两点钟发了这样一条朋友圈 又是在手术室度过的劳动节 就像他经常说的 当医生最怕的就是过节 因为一到过节就绕不过饭局 饭局多了 病人也就扎堆得来 有胃出血的 有食管破裂的 还有酒精中毒的 幸运的抬着进来走着出去 不幸的抬着进来抬着出去 很多人的一生就被这些可有可无的饭局毁掉了 之前看过的一个新闻 43岁的龚某是一个物流公司的经理 经常面对各种各样的饭局邀约 他自己也清楚 有些饭局并没有什么用 纯粹就是一群人凑在一起打发时间 但碍于情面 即使他不想去 也会强迫自己参加 每次参加完饭局 喝完酒 他都感觉腹部疼痛 但他觉得自己身体好 也不当回事 一如既往地出现在大大小小的饭局上 直到有一天 他去医院做检查 结果显示他得了胡腹周围癌 原本看似健康的身体 其实早已被酒桌饭局侵蚀的千疮百孔 不堪一击 每一场不必要的饭局都是对生命的一次透支 也有人说 自己参加各种饭局 就是为了结交更多的人 积攒人脉 但扎心的真相却是 一个人酒后的话有多真 醒酒后就有多假 导演王月伦曾说 以前每天都喜欢认识新的朋友 朋友一叫就出去喝酒 不管谁叫都出去 但是近几年就觉得人生要做一些减法了 少去一些不必要的聚会 少认识一些不必要认识的人 其实有些聚会真的好浪费时间 喝的时候大家山盟海誓 第二天谁都不认识谁 人脉是一场资源的互换 当你没用的时候 你认识再多的人也没用 人到周年必须懂得 不要做一个被饭局毁掉的人 社交固然重要 朋友也要交往 人脉更要积累 但你不需要一场又一场无用的饭局 你需要的是一次次有价值的预见 与其在变味的饭局里逢场作戏 不如简单一点 花点心思 好好经营自己的人生 戒掉无用的饭局 把时间还给自己 耐心雕筑一个更优秀的自己 戒掉无能的抱怨 学会坦然 很多事情你越是抱怨 生活就会越糟糕 很多遗憾 你越是抱怨 就会越觉得懊悔 抱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反而让你更加痛苦 当抱怨成了习惯 就像用海水来解渴 你喝得越多 反而越渴 不抱怨 才是对人生最好的成全 林徽因自幼喜欢建筑 出国留学时 也是一心想抱建筑系 但因为种种原因 林徽因并未如愿学习建筑 她没有抱怨 反而常去旁听建筑系的课程 主动加强学习 后来她学成回国 只身穿越荒芜人烟的山林 踏遍全国十五个省 考察两百多个古建筑 面对世人不屑的眼光 考察路上的苦难重重 她不抱怨 咬着牙向前走 用柔弱的肩膀 一力扛起中国建筑史的 半壁江山 谁的人生 没有艰难和坎坷呢 聪明的人知道 抱怨除了浪费自己的时间 让别人讨厌之外 无一用处 与其花时间抱怨 不如把抱怨的时间 转化为行动 寻找可能的出路 一个人真正的成熟 就在于咽下抱怨 藏起牢骚 用一种更平和 包容的心态 去看待发生的一切 如果不喜欢 那就去改变 如果无法改变 那就改变自己的态度 不抱怨 怨天者无智 怨人者心穷 人到中年 与其抱怨 不如接受现实 坦然面对 戒掉无谓的取悦 学会悦己 日剧风平浪静的闲暇中 女主大导指 是一个很平凡的女孩 性格温柔 待人真诚热心 却反遭同事利用 排挤 为了过上平静无事的日子 她总是小心翼翼地看人脸色 与周围人 保持步调一致 工作上 有时候明明是同事的错 最后她却背了锅 虽然心里委屈 但她还是选择 稀释宁人 生活上 为了男友的一句 我最喜欢直发了 天生自来卷的她 每天花一个多小时 卷平自己的头发 原本以为 这样低眉顺眼的讨好 大家都会喜欢自己 可现实却是残酷的 同事当她是小透明 每天要求她 做各种不合情理的事情 甚至把她当作 用过之后 可以随便抛弃的便利贴 呼之寄来 回之急去 深爱的男友 把她视为乖顺的创客贴 不透气 不美观的 二十四孝女友 乏味又无趣 只能拿来玩玩 后来她出现呼吸困难 住进了医院 从医院醒来时 没有一个人联系 望后她 更没人去探望她 身边人冷漠的态度 让她心寒至极 她清醒地意识到 越是卑微讨好别人 别人就越不把你 放在眼里 放弃自我的牺牲和取悦 换不来别人的感恩和尊重 只能换来自私和冷漠 人到中年之后才明白 无论你做什么 说什么 都会有人说三道四 取悦别人 不如取悦自己 别等回头的时候 发现这辈子最亏欠 最对不起的是自己 如果为了取悦别人 而迷失了自己 才是对自己最大的辜负 人情世故的是 没有办法周全每个人 就只能周全自己了 余生请戒掉无谓的取悦 不讨好 不攀附 更不妄自菲薄 人到中年 是另一个起点 知乎上有个问题 四十岁 只能任由岁月蹉跎吗 点赞最高的回答 是这样的 四十岁 虽是人生半波 拥有好的习惯 也可以是更好的二十岁 好习惯会让你收获一片星海 坏习惯 则会让千里之低 溃烂如泥 不管过去如何 你的习惯 正在决定着你未来的活法 坏习惯就像人的蓝尾一样 坏了就要切除 否则误己伤身 从现在起 无用的饭局不要应急 无能的抱怨学会戒掉 也要学会自私 把时间多分一些给自己 懂得修炼和封赢自己 把生活的烦恼 化大为小 慢慢找到生活中的甜 明白取悦他人 不如悦纳自己 学会好好爱自己 如此 才能不蹉跎岁月 得到生活的厚爱 中年不是人生的顶峰 而是新的起点 愿我们都能知足 知爱 不复人生 做更好的自己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